在这个时候 都想和大家转一转个话题 想介绍一个美食给大家 这个就是香菇菜胆 茄蛋饭 可能大家听起上来 这个菜色很平常了 有什么特别呢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在呢 就是有五个颜色 菜胆绿色 就是代表神的创造 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那里记载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不单只创造天地 神也创造了人类 创造了你和我 神要我们是得生命 并且得的是近风性 很可惜 我们没什么珍惜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我们再看的时候 香菇 香菇是黑色的 就代表人的堕落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忍不住的 我们应做的就不去做 不应该做的就做了 这个就是在神眼中 我们所做的过犯 也是在圣经所记载的 说罪 我们令到神是无面子的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规决了神的荣耀 就是令到神是失灭的 然后在希伯来书 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 说到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这一节 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人死了不是一了八了 人死了之后 会接受神的审判的 接着我们看番茄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主耶稣的血 他的救赎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即是说 神就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的后果 来到牺牲担当我们的罪过 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是会带来后果 带来认罚 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 接着我们再看白范 白色是代表清义 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罗马书十章十节 也都是这样说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清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够 我们要认我们的罪 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 而且可以清义 鸡蛋是金黄色 就是代表荣耀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那里说 信的人就有永生 信耶稣的人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那里 说到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当我们信耶稣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肉身的生命 是说我们的灵魂 神是会和我们一起 神也会拆光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与神享受一切的荣耀 享受一切福乐